色彩穿搭 下面是这样的 光泽感 特别的高级 Wave dress 像是无断的质地 但是大家会这里呢 有一点点心机在里面 它是很不经意的一种穿法 非常奶茶色系配色 省气 很适合去郊游的一身穿搭 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Hi Sharon的频道 今天呢 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些 新的色彩穿搭 非常实用的干货 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就接着看下去吧 第一个Shenry阿姨要聊的 穿搭非常重要的法则呢 就是全身的颜色 最好不要超过三种 如果你没有那么深的搭配功底 或者你和Shenry阿姨一样 非常的懒惰 那么这种穿搭方式 就真的非常适合大家 不需要买太多的单品 是一些非常基础的单品 就可以营造一个非常colorful 非常多样性的艺术 Simon Roca风的一副耳环 是我在淘宝上买的 外面一圈 小的中间一颗大的珍珠 今年非常流行的这种 oversize的西服 是比较manned的 这样珍珠的耳环呢 就会去balance 酷酷的风格 这个项链呢 也是淘宝的 质量超级的好 太高的 拿张手 觉得是一个很贵的项链 另外的这串项链呢 最近非常火的 Justin的那个牌子的 今天选的很多基本单品 都是大家衣橱里会有 比如说摆T恤啊 基础色的短裤啊 基础去撞色的这些色系 去寻找一下 你衣橱里面有的单品 说不定可以创造出一些 非常有意思的 以前没有想过的组合 非常评价 非常百搭 非常耐折的一个帽子 这里面是可以调节 大小的是有一个松紧带的 所以它真的是挂大风 也可以不把它挂泡 作为一个沙漏型身材的人 其实这样的oversize blazer 并不能特别好的 去修饰你的身材 准备了一个腰带 那身上阿姨的个子不高 腿呢 其实超级无敌粗的 把自己的腰线强调出来 这样就看起来 你的腿会变细很多 下面是这样的 非常洒的出门的穿着 这个包呢 我读书的时候 我买的 很想十年以后 它居然变成了一个 非常vintage 它流行的这种 月牙型的一个包 感觉它跟这双还挺大的 法式度假风 流行趋势 依然没有简单的sleep dress 像头段的质地 但是大腿这里呢 会有一点开口 走路带风的时候 就非常无敌的一种cutting 挑拳是top top的 它的设计呢 是dum领 会给人无限的韵味感 blazer呢 是zara的 里面是有麻的质地 会比较的casual的这种感觉 好像我已经 胜利其境到莫拿哥的海边 走在全国吃饭里面 看到了 浓浓度假风怎么少得了 草包 这个草包呢 来自于咖喱 如果你去看 french style的街拍 你会发现 很多法国的国族 非常的喜欢这种草包 我觉得是可以大很多 漂亮的连衣裙 或者是这种 非常casual的blazer 现在身上穿的这一套 它是由非常基本的白T恤 blue jeans和蓝色的牛仔裤组成的 sara阿姨本身呢 是一个shallow型身材的人 就是胸大 屁股非常大的人 所以一般情况下呢 我穿牛仔裤是非常的显胖的 那这条裤脚呢 是有一点散开的 下面我选择了 今年非常流行的lofer 是有一点点厚度的这种 这双lofer呢 是zara今年打折的时候买的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 zara打折的开箱 这个连接离 今年非常流行lofer 配不同色系的袜子 可以让整个的路由 有点睛之笔 这一身呢 其实特别适合现在这种 还稍微有一点 炸暖还寒的时候去浇油 这件毛衣呢 也是来自于zara 非常短的设计 只是在这里有两个扣子 那这件毛衣呢 我也非常喜欢那一点 侧边做了一些 非常可爱的小绣花 sara型身材的人呢 如果要穿特别长的话 因为屁股的维度太大了 所以会显得整个人 特别的iPhone 短一点的设计 会拉高你的腰线 让你的下身看起来更长 在进行style的时候 对自己的身形 有具体的了解 阳长地短的去穿衣 同时呢我给他搭了一个 非常可爱的女帽 用了好几年了 非常便宜 形状非常好 而且他不怕折叠 可以随便的把它扔进箱子 然后一打开他就复原了 让你的整身的look 更加的casual 更加的有度假风的一个神器 非常relax 很适合去郊游的一身穿搭 对于颜色 没有那么大胆的小仙女们 可以去尝试一身 我最喜欢穿的其实是裙子短裤 还有legging 我是很少穿牛仔裤的 如果这个牛仔裤 可以上我的腿 它一定是非常软非常舒服 跟legging有一拼的 但是它势必会让我们原型滴漏 所以说呢 上半身如果穿一个 比较长的blazer的话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跨裤过宽的问题 但是呢 上身过长的话 就会显得个子特别的小 所以说呢 我选的这双有一定高度的鞋 底特别粗 所以感觉不到 我穿的那么高的跟 那同时呢 我会把牛仔裤的裤脚 稍微扁一点 整个的比例拉长 看起来更加的高挑 一副这样非常vintage的 上面是有贝姆花纹 在多伦多的vintage商店 淘道的方圆的 而且它够大 非常好搭配衣服 那在阳光的照顺下呢 又有很强的光泽感 丑的光泽 遥相呼应 非常有 度假风格的草帽 去海岛的感觉 海风吹过来 这种丝绸的质地 挑起来会非常好看 隐隐的光泽感 特别的高级 草帽不需要买多 一两个就够了 如果你觉得它跟你这身 没有特别的match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彩带的部分 买一些丝巾 把丝巾的颜色去进行一个改变 这一身look主要来自于ZARA 里面的T恤衫是淘宝上买的 没有牌子 但是质地非常好的 四冠棉T恤 裤子呢 选择的是一个非常高腰的细裤 本白色 所以整身看起来非常的cool together 外套是来自于今年ZARA的春夏款式 它的颜色呢 是今年比较流行的亮蓝色 刚才有提到比较长的blazer 就是遮盖 臀部 丰满的力气 但是同时呢 就会显得身高被压低 所以穿高腰西裤 提高腰线 穿高跟鞋是增高的王炸 觉得这一身太清淡的话呢 可以加一条这样 稍微有一点线条感的丝巾 无论是在夏天还是在春秋天 它搭配黑白色呢 还是这种稍微有亮点的色彩 都是可以的 这样把它放在里面 那露出一个边了 这是第一种搭法 第二种搭法呢 就是寄一个简单的 我自己最喜欢的搭法呢 是搭一个很大的铁铁铁 这是我自己比较有statement的做法 洒脱的这种感觉上 加了一点点的可爱风 内心住着一个少女的老阿姨 他们的这个丝巾啊 它还有一个铁丝扣 比较简易的搭法呢 把它放在西装外面 搬进这个黑色的孔里 它给你的西装又多了一些不一样的外面 因为它这个格纹 就会给人感觉有点像海君风 比较清爽一点 这一身呢也是有一点潇洒 有一点casual 但是呢 隐隐中又带着许多甜美细节的一身look 里面选择的是一件小白裙 我相信很多小仙女的衣橱里 一定都有一件类似的白色的连衣裙 那这一件呢是比较oversize的 但是呢它有一个缺点就是稍微有一点透 所以我也给它加上了一件blazer 甜美度稍微减去一点 潇洒和实用程度深一点 比较好的去balance 羊蛮平衡的这个风格 这件blazer呢也是来自于ZARA 非常非常oversize的blazer 如果你看后面的话 你就会知道大概还能装进一个我来 但是它是一件small size 刚才我穿的有Lennon有麻的质地的blazer相比呢 这件blazer它会更加的垂坠 掩盖了曲线过于丰满的这个问题 对于比较大的blazer 降低它窝囊程度的穿法呢 就是把它的袖子往上拉 其实这条裙子蛮像睡裙的 它这些边边角角的地方都是有花边的 所以呢如果我把袖子这样拉上来的话呢 可以刚好卡在这个位置 不会掉下来 同时它这个花边又可以露出来 有一点点心机在里面 但是又很不经意的一种穿法 头饰啊 其实就是刚才大家看到的 我又把它当成皮肩 然后又可以当成项链 又可以当成手环 又可以当成这样的发箍 好像在淘宝上只要一两块钱 珍珠的这个大小交错 给人感觉特别的活泼 那这个耳环呢 也是非常有Simon Rock风格的水晶的穿珠 然后中边有一颗大的珍珠 很俏皮 我就非常喜欢这种手工穿珠的东西 这双鞋子呢 也是来自于Zara的 那它是一双sneaker运动鞋 因为我这一身整体呢 还是比较鲜的 所以我就不穿过于鲜的高跟鞋 或者是凉起去match它了 比较舒适的运动鞋 反而能让你这一身看起来 更加的有街头元素 更加的实穿 那这一身就非常适合出门逛街了 因为真的很宽大很舒服 穿着完全没有束缚感 再加上这双鞋 走上街头你就是整条街 这双鞋其实也不太好 非常奶油非常奶茶的这种配色呢 这两年也是大行其道 在今年穿还是会非常穿地 有高级感的一身衣服 同时又保留了老夫的少女心 这一身主要用到的呢 是铜色系的壮色 里外两件都是ZARA的 里面这件T恤呢 是低饱和的奶喀色 外面这一件呢 剪裁非常纸板的一件西服 因为它里面呢是含麻的 所以它在硬挺的同时 都会有一点休闲的感觉 但是这两个颜色搭在一起呢 非常奶茶色系配色 又在很多细节上做了一些小心机 戒指 项链 耳环 都是金黄色的一个呼应 包包的选择上面呢 我还是这一只LV的 上面的这个排排我放在北京了 所以我把锁挂在这儿了 主要是因为它的色调也是土棕色的 那跟我现在轴身的颜色呢 是比较协调的 这一件T恤呢虽然够长 但是依然在走路的时候 可能会有走光的风险 这一件Topshop的Biker Shots 现在呢就把我的安全大领裤穿上了 当然如果你有棕色的大领裤 或者是奶茶色之裸色的大领裤 当然更好 那些非常Colorful的单品呢 也是Sherry阿姨精心挑选出来的 它们是可以两两组合的 这里的任何一件上装 穿搭任何一件下装 或者是任何一件内搭 都是一个让人感觉非常舒适的穿搭方式 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这期视频对你有帮助 记得给我点赞鼓励一下 那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频道 记得点下面的关注键 留言告诉我哪一身是你的最爱呢 我这里是35岁爱穿搭的Sherry阿姨 那我们就下期见 拜 拍了腿跟猪腿似的 你就嘟了呀 然后腿就跳过 在一起 FM FM ita 还没关注于 JR 字幕提订 Vernon 一直不停 这个人 能不能说